2012年1月7日埃塞俄比亞日曆,或2020年1月16日歐洲日曆,編號003,21,2012,以萬能的上帝的名義,以我們的母親姓母馬里亞的名義,發出封行政命令,有全能的上帝信任的獨人和奴隸發出封行政命令的原因是,通知所有今日超大強國美國,英國,法國,中國,俄羅斯, 以及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聯合由掌國,印度,德國,加拿大,挪威,朝鮮,韓國,伊朗,所有名稱和資本消息八國際組織中提及的公司,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將是第一個目標,面對最具破壞性的行動,消滅和終止他們的所有作為。 在行政命令發布之後,在郵件中告知你的所有措施,一旦通知你,一、二、三、五、六和八把一經通知,即生效。 面對全能的上帝,你所有的系,你所有的力量,自理與你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在你的命令和服務被刮同調在融融的地獄的火在不可阻擋的持續時間。 在你讀這些信之前,先讀一讀詩篇八十三宗全能的上帝的話,不要休息,上帝呀,我,上帝,既不沉密都不靜止,因為你們的敵人製造騷動,那些憎恨你的人高高高高,他們設計了針對你人民狡猾的計劃,並密謀反對那些你以使你的寶藏, 和他們一起走,他們哭一,讓他們不再成為一個國家,讓以色列的名人不再讓人記住,用一個心來,他們與二一一起聯合起來對抗你,埃多姆,伊什麥勒特人,莫亞比人,哈加雷人,蓋巴爾人,艾蒙人和阿馬來克族,菲利西亞人以及提爾,阿蘇爾什的家族,他們的盟友,都西塞拉淡,與西塞拉打交道, 就好像賈賓一樣,被基松的紅樓所征服,因為米迪班在恩哈羅德島下,分辨淡在戰場上傳播,使他們的王子像奧雷布和齊布,使他們所有的貴族像澤巴和澤爾蒙納,因為他們說,我們將為自己佔領神人的所有牧場,散開他們,我,上帝,好似臉的,像風前的沙夫,就好像火焰在森林中, 風是藥或火焰在山上燃燒,用你的暴風與追捕他們,用你的風暴風令他們沮喪。 大主,在他們承認你的名的偉大之前,他們頭上的恥辱被他們被羞辱,並生活在永遠的沮喪中,讓他們感到羞恥和滅亡。 所以讓他們知道,你一個人藝術主,上帝最高在全地。正如你在上面看到全能的上帝的話, 誰是今天全能的神的敵人?應該清楚,你是全能上帝最狐狸的敵人,你超越了你祖先的十倍,阿瑪萊克,奈蒙人,菲利西亞和諾特。 這封信可以被稱為全能的上帝信任的奴隸和博人的行政命令。眾所周知,世間上所有有關國家都對此認識。 我有發送影響你未來命運和命運的信息快十五年。正如你將你的祖先樂和諾多米人那樣明知故犯,所有的信息一、二、五、六和白不知疲倦地告訴你,但什麼也見無自在。 這些信息試圖勸告你,並警告你根深蒂固的罪業,你已經做了,現在仍然這樣做,是真正的罪。 忽視和打爛全能的上帝的忠告和警告,你仍然以自己的決定生活。 你們都接受並實踐懷魔鬼的法則和信,後果做這種被禁止的罪行和罪業,你從不在全能的上帝面前跪低後悔和悔改。等你快2000年了,但你還是從未悔改過。 相反,你仍然做同實踐最憎的罪和罪行在全能的上帝面前。 正如你在過去十五年中非常了解的,所有消息一、二、三、五、六、八已經透過你美國駐開塞俄比亞的斯亞貝巴大使館發送給你。 我相信你有收到所有的消息,但你從來沒有這樣做的消息告訴你。 但恰恰相反,你做了消極或相反的方式。 後果忽略不斷的宗告和警告,你向全能的上帝展示了你的無漫和仇恨。 他內心地等了你這麼多年,但無際於事。 所有國家、政府、所謂的國際社會、世界領先的八國集團、二十國集團、歐盟、阿拉伯聯盟、 全世界二百多個國家,以及你們所有的人口,以及你們所有熱愛的信仰。 如天主教、抗議者、伊斯蘭教、神道教、印度教,以及很多被小魔化的信仰和文化。 這些信仰和文化都是小魔化信仰的枯化機器,幾乎覆蓋了並控制了地球上的整個面孔。 很清楚,每個外行都可以目睹。在舊時的一五年代,這些信息清楚地告訴你,你有做了什麼, 仍然在全能的上帝的臉上做什麼。忽視它,你寵壞了整個世界,你最醜陋的罪孔。 你使索多無合法化,通間作為每一個人的權利, 你完全沒去了特瓦克多東正教和地球的每一個角落的真正信仰。 你知識魔化了整個世界,並強加知識魔化的法律和傳統在人類的每一個日常生活。 你的眼、耳朵、心靈和心靈經常接受全能的上帝的敵人。 是魔鬼。你毫不猶豫地服從魔鬼的命令和命令。 總之,你們崇拜全能的上帝和祂子們最討厭的敵人,就是惡魔。 等我們再次提醒你,你將收到這封信不是一個信息, 可能會警告你,而是一個命令信和決定, 從全能的上帝信任的博人和奴隸, 他會立即採取行動,當他到達你手中。 今天不是昨天,一切都會過去。 在你成為歷史之前,你應該永遠拯救自己,從靈魂和肉體中死去, 得到建議和警告緊的時候,你應該用它們。 正如你對我們了解的,我們住在埃塞俄比亞。 雖然我們沒有辦公室、軍隊或安全機構, 可以像你們作為政府淡行事,但我們擁有一種權力, 你的眼睛不會見到,都無法被你的耳朵聽到。 全能的上帝隻手,衡量規模和判斷你不可以被看到, 但當他採取行動,你可以感覺到他的結果。 當我們說話時,我們想說什麼? 我們用他的命說,他會像我們說的一樣。 因為我們是信任的,有權成為他的奴隸和博人。 當你面對毀滅性的和抹去的行動時, 你可能被我們的話同行政命令所偏袒, 記得,我們是全能的上帝的可信賴的博人。 他授權,指派,賦予我們權力, 做他的人將他的行為,命令,命令和決定。 基於這個原始的真理和事實, 整個世界都服從我們的命令,命令和決定。 我們代表全能的上帝的名義發出命令,命令和決定。 我仍然相信你成長的方式永遠不會被你做積極。 所以,如果你忽視,或試圖阻礙或製造障礙, 你必須知道,你永遠不會離開沒有嚴厲的懲罰, 最毀滅性的地獄的火將消耗你。 當我準備這些行政命令時, 我聽到美國總統唐納德皇牌對全世界說話。 由於他對伊朗將軍的軍事行動和實力, 伊朗都採取了導彈砲擊的反措施。 基於這些行動, 他說將軍是一個怪物和恐怖分子, 稱另一個人為怪物並不奇怪。 但對我來說,誰是我們世界上最傲慢的怪物? 是真的,你美國和你兄弟在武器, 如英國、法國、加拿大、德國, 和很多其他看不見的怪物罪犯大規模殺人犯。 為何不像人敢看自己呢? 記得,全能的上帝的行動和懲罰之手, 即將發生在埃塞俄比亞, 將是一個好笑頭, 告訴你,什麼是下一步關於你。 人類歷史上, 永遠不會看到將消耗你的毀滅性, 毀滅性行動。 這封信出現之後, 你會看到他的意思。 今天不是昨天, 當然,我們試圖傳達全能的上帝命令, 讓我們告訴你什麼。 正如所有人類的見證, 萬能的上帝的全部話語和命令, 被所有國家、政府、機構、 國際組織、媒體、印刷機票和埋葬, 這些新聞覆蓋了地球的所有面孔。 整個世界幾乎被雞尖、 空間和很多無名犯罪和罪業的罪業所擊沉。 一切都有限制。 你的罪業和罪行在世間上是從未見過的, 他超越了你的祖先誰住在諾亞, 和淑多姆時間。 就是全能的上帝決定中指你, 將你埋在火的融融地獄入面的原因。 一次次的, 正如我上面提到的, 近十五年來, 有發出和派七條信息, 你什麼都沒有做, 只是時間流逝。 所以, 你浪費了悔改的時間, 仍然違反萬能的上帝的罪要。 你激起了祂的憤怒。 很明顯, 你會付出高昂的代價。 全能的上帝的話說如下, 詩篇九十四。 我, 主啊, 你復仇的上帝, 展示你自己。 站起來, 判斷地球, 懲罰傲慢, 因為他們應得的。 邪惡的人, 主啊, 要多久的惡人要歡欣鼓舞? 邪惡的造者充滿了咆哮, 吹噓和狂妄, 他們打倒你的人民。 主啊, 壓迫你的選擇國家, 他們謀殺寡婦和陌生人, 做無父死亡。 他們說, 主看不見, 雅各的神不注意, 注意自己, 最惡惡的人, 你們這些老闆, 你幾時咧? 他們那種耳朵無聽道, 他們模仿的眼看不見咩? 他們不應該指示國家糾正他們咩? 人類的老師沒有知識咩? 主之人的思想, 他們只是一陣風。 正如你所看到的全能的上帝的話, 他們說, 他縮放, 測量判斷你, 誰能救你? 沒有人, 現在你要付出最親愛的價錢, 從來沒有做過。 再留言一、二、三、五、六和八中, 要採取的措施被清楚地寫下來, 他們被停到現在,讓你悔改。 但你忽略了笑, 並拋棄了他。 因此, 所有事情都有自己的限制, 現在發出以下命令和命令。 命令、命令和決定全能的上帝信任僕人和奴隸, 將是有效的, 因爲他們到達你的代表手中, 在亞嘰斯亞貝巴埃塞俄比亞。 約翰十八月讀他供你參考所有決定, 反覆被告知, 並被所有有關國家的消息一、二、三、五、六和八, 必須扶諸實施。 因爲你從來沒有接受他們作為全能的上帝的建議和警告。 除此之外, 你忽略了甚至笑了, 並拋出他們作為一個骯髒的東西。 你以你反覆的,被小魔化的行為, 你考驗了萬能的上帝的內心。 因此, 現在是決定和執行所有信息中所說的所有措施的時候。 就是原因, 我們全能的上帝的受信任的僕人和奴隸發出了封命令和命令, 以赴諸實施。 即將面臨全能上帝懲罰的國家的主要目標如下, 美國、英國、中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沙特阿拉比亞、俄羅斯、 埃及印度、朝鮮、巴基斯坦、波蘭、羅馬納尼亞、 保加利亞、越南、阿拉伯聯合尤長國、澳洲、日本、伊朗、 以色列、西班牙、比利時、韓國、奧地利、烏克蘭、 挪威、瑞典、芬蘭、巴西、紐茲蘭、土耳其、菲律賓、 印度尼西亞、迪拜、阿曼、灰特、南非、意大利等, 那些已經發展、儲存大量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魚核、 宗旨、化學、生物以及重型常規大規模破壞性炸彈將是主要目標。 這些就是誰?美利堅合中國,在這個國家裏, 每個人,在每一個角落都認識他,他是最和第一個反對全能的上帝的話語, 立然,命令和命令的國家,從他作為一個國家開始創造。 美國被視為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或警察。 的確,他幾乎是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是上帝。 他強加惡魔魔鬼的威德,毀滅了世界。 他仍然這樣做,都迫使世界其他國家學,因為他這樣做。 近二百年來,他一直受到審慣,在舊時的一五年,他一再被告知, 他看不見的罪行和大規模毀滅罪,在世界各地的每一個州, 他都安裝了他的快女政府。 他是戰爭、空間、索多姆的母親, 世間上每一個國家都心甘情願地或有力地做了, 並且做了他命令他做的事,所以是他所有的狀態中,將採取以下行動, 參議院、國會與所有的代表、所謂的共和黨人和民主派特朗普政府的所有事, 所有武裝部隊為他的利益服務,所有安全機構,如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 國家安全委員會、所有軍事基地在旗邊界和船上的所有情報收集站設施、 所有軍艦、戰機的所有國際銀行保險把根除和摧毀沒有任何聯盟。 他完全被各種自然力量消滅將是無限的。 全世界都要見證他了。 所有其他國家政府,當你看到這些措施發生在你的主美國, 你必須肯定你的命運。他會告訴你,你都會像你的上帝烏煞淡做。 記得,甚麼結果將激起全能的上帝的憤怒, 都忽略了全能的上帝信任奴隸和博人的意識的信息和韓正命令。 除非他們請求全能的上帝聯吻他,否則沒有人會停止你們由地球表面的徹底毀滅和抹去。 以英國聯合王國是世界上最被置小魔化的國家。 他幾乎殖民所世間上大多數國家, 今日的好多州都由他那裏得到了他們的邊界。 英國是全能的上帝最狐狸的敵人。 他是惡魔真實物質存在的真實畫面。 甚至美國、法國、德國、所有歐盟核心成員都指揮在秘密結構由路西法安裝女王奧爾紮比斯第二。 哈迪州結構是公地園,手上不是公黨,就是保守黨代表。 英國這個世界上最受恨的國家將付出人類歷史上所未見的代價, 在英國的遮滴,沒有什麼是不變的。 他將完全摧毀,沒有什麼可留下的剩餘症狀。 其他國家政府當你看到這些事情發生時,下一步將是你自己。 英國皇室的皇后皇子和公主都將去他們最終離開這個世界, 他們將成為歷史。 當這種情況發生時,讓他們成為你們所有要學的人的症狀。 英國,公地院,所有勞工和保守黨成員,所有司法基礎設施, 所有國際和當地銀行,所有保險公司,所有行政設施, 所有安全部隊如軍情5處M16,蘇格蘭牆等,所有英國武裝部隊, 所有國際公司及其間和被置小魔化的人口都將是主要目標。 所有英國及其分支,如澳洲,將被消除, 並消耗看不見的火地獄。 而且,由一切自然的力量,他和美國的痛苦將是不可停的,將使他們被黑球死亡。 這個行動將很快開始,你收到這個行政命令和命令的全能的上帝值得信賴的僕人和奴隸的命令。 中國,這個完全被自摸化和崇拜龍的人將算作美國。 而英國,這些國家是我們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整個中國永遠不會作為一個國家存在,永遠不會存在。 中國人民大會,由他主席李平領導的國家機器,對他的所有破壞負責。 他同樣被視為美國和英國。 俄羅斯,法國,德國,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聯合由長國將被測量, 縮放,並被視為美國,英國被視為。 因此,他們的懲罰與美國和加拿大相同。 四法國,俄羅斯,印度,Israel,巴基斯坦,朝鮮,伊朗擁有核武器的路上。 正如我提到的,你將被消滅,終止,並將成為歷史。 所有宗教領域,無論是細或大,他們已經由全能的上帝篩選和評估。 根據結果,他們將付出最高的代價,意味著他們將被由地球的臉上抹去。 地球上所有面孔上唯一將統治的信仰,將是特瓦克多正統信仰。 埃塞俄比亞的Churhideorachadoks教會,將是唯一能夠引導全世界成為他們真正的老闆全能的上帝的宗教, 並且將成為地球的統治宗教。 整個世界同一切人類都將很快面對全能的上帝的歷史措施。 在看到嚴厲的懲罰之後,地球上的所有國家必須將手伸向全能的上帝的博人和奴隸, 他們活著,不久將統治埃塞俄比亞。 要得到一些東西,或任何解決方案,你必須跪下黑球他們的憐憫。 你應該知道,並確保沒有他們的祈禱和追求全能的上帝的人持隻手, 地球上沒有人能拯救你。 當所有嚴厲的措施開始令你失望時, 記得為何會發生這種事。 你應該知道的唯一原因是, 我向你們傳達近十五年全能的上帝的判斷力是唯一的原因。 不要透過人為掩蓋你的國家,永遠不會幫助你。 世界的總體毀滅和毀滅將來自所有信息, 一、二、三、五、六和八,一切都被描述和清楚被注意到。 消息縮放,測量和評估你。 根據由你持久的行為中獲得的結果, 今日的行動將終止你。 之後,整個世界將給予全能的上帝的受信任的博人和奴隸。 這封命令和命令來決定你存在或不存在的命運。 清楚地表明,封全能的上帝的行政命令信信任博人和奴隸意味著什麼。 當你的毀滅過程開始和恢復時, 你必須三思而後行,然後再嘗試這麼多抵抗方式。 是很自然的,我都期待他,但他永遠不會停止你的完全毀滅。 我再說一遍,你們唯一的解決辦法是, 你們國家,政府和領導人要黑,跪低, 面對全能的上帝信任的博人和生活在祖國埃塞俄比亞的奴隸, 你們留下了眼淚。 他們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你,但你必須這樣做,直到他們表現出憐憫。 既得全能的上帝信任的博人和奴隸是他心愛過兒子。 他聽到他們,他接受他們的祈禱,並給他們的答。 因此,當懲罰是他們的要求,解決方案都將來他們的憐憫要求全能的上帝他們的父親全能的上帝 何時會掃蕩、毀滅性、拆除行動? 你們必須清楚,整個世界不會像往常那樣。 今天,所有國家、政府和一般人民都以魔鬼的天性和服務為秩序。 你們永遠都否認這一點。 你們所有的憲法、法律、命令、所謂的民主,都被你主人惡魔蛇給你們。 因此,從全能的上帝信任的博人和奴隸發出的行政命令信的出現, 你安裝的一切必須被抹去,全能的上帝的必由、命令和命令被種植。 地球上的每一個權力都必須轉移到全能的上帝的可信賴的博人和奴隸。 除非實現萬能主的要念,否則你們的徹底毀滅永遠不會停止。 地球上所有國家都必須清楚這一點。 雖然你會忽略這個命令和命令的信,多謝你只是閱讀它。 你尊重和真誠嗎? 標誌指文,全能的上帝的受信賴的博人和奴隸。 聖母瑪利亞值得信賴的博人和奴隸。 您斯坦,全能的不斷可信賴。 那什麼意思。